Hello 我是阿宇 是5… Hello 大家好 我是Des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宇 阿宇 考考考你 知不知道官堂除了人多車多之外 做甚麼多呢 不知道 還有甚麼多 就是美食多 那我們今天去哪裏吃飯 我們今天去一間小鹽小特的食店 叫做龍點心 我剛好看了食物安全中心所公布的 本港點心立含量的調查結果研究顯示 發現點心的立含量 比過往和類型的調查結果研究 是有下降的趨勢 所以我們一於就去試吃點心 好 事不宜遲 行行行 想去龍點心 很方便 只要搭到官堂港鐵站A2出口 走5分鐘左右就到了 哇 這裡的裝修很特別 嗯 是呀 在懷舊的把握之中 加入了卡通的元素 很有生意 應該龍點心的裝修 不止別數一格 整理性物都很吸引 有很多新怕的點心可以選擇 他們在這個傳統的技巧基礎上 還不斷地改良創新 用心打造出色 向未形而俱全的創意點心 事不宜遲 立即看看 menu 哇 點心的選擇真是不少 看得我眼花繞亂 嗯 那一場來到 不如我們嘗嘗它特選的小鹽小糖菜式 好啊 大家如果吃點心機不夠飽的話 還可以嘗嘗它的特選小鹽小糖菜式 分別就是這個松草花或雞粥 雪梨海底野燉食 還有這個羊肚燉水鴨 咦 我挺健康 挺健身 不知道吃過怎樣呢 好讓我嘗嘗才 嗯 嗯 嗯 我覺得這個雪梨湯真的好滋味 好解渴 嗯 我覺得這個雪梨湯真好滋味 好解渴 嗯 我覺得這個雪梨湯真好滋味风感 山下喝這個雪梨湯真的很棒呀 只要食材新鮮 不用加那麼多的調味料的話 都可以保持鮮味 食法就可以在不知不覺間 吃少許糖和蠟 沒錯 其實我覺得食材本身已經很夠味 所以就不需要添加太多的糖和蠟 好啊 我們試下一個 好啊 湯你很大大塊 真的很足料 很滿足 是啊 我也覺得 我這個湯喝起來很清甜 我覺得因為有紅棗 和杞子的天然甜味 所以就這麼甜 嗯 平時沒有火鍋 我怕它會太濃味 喝完之後就會超口乾 這個又不是 當然啦 因為它沒有用過太多的調味料 對 這樣就可以吃到食物的鮮味 嗯 沒錯 不如我們吃完這些 就試最後一道菜式吧 好啊 如果怕吃點心不夠飽的話 還有其他的主食 例如這個小鹽小凡的粥 你看這個瑤柱粥的配搭很新鮮 它有滑雞 松草花 雞蛋 和瑤柱加上一起煮的味道超香 特別加瑤柱令粥的絲味恰到好處 又不像白粥那樣淡味 又不像美蒸粥那樣厚 嗯 雞蛋還很滑 嗯 那趁熱快吃吧 好啊 在官堂的打工仔不妨過來試一下 真的有健康又飽肚的 是真的 真的沒有像平時的酒樓那樣 有寵味又油膩啊 嗯 接下來我們還會有其他朋友 對同大家介紹更多的 食鹽小糖食件 大家記得密切留意啦 拜拜 拜拜